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诺米。 无情的瘟疫,冷漠的上帝,自满的政府,下沉的社会, 这些话题在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几天时间的时候显得格外应景。 这期条戏栏目,积极方兆和我和大家分享美国剧作家Tony Kushner的成名作《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 它是一部在艾滋病历史,同性恋历史,美国话剧史,甚至是美国文学历史上都可以扮演为一个转折点的当代经典作品。 只是说这个转折点有一点长,需要一点耐心,分为四个半小时左右的上半部分, The Millennium Approaches,迁徙降临,和大概三个钟头的用戈尔巴乔夫经济政策, Peristroica命名的下半部分重建。 时间是80年代艾滋病开始蔓延的美国总统,是另外一个从娱乐明星成为共和党总统的里根。 话题是因为艾滋病情和死亡而不可避免的同性恋群体, 但是它向死而生的世界观高端大气上档次,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 欢迎方兆和积极加入,积极生日快乐,你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剧作家Tony Kushner吗?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字。 好,谢谢,谢谢。 他1956年生,现在是64岁了。 我认识他其实就是这个《天使在美国》这套剧。 可能在国内的话,他应该是比较著名的就是他的电影作品。 就是有05年的慕尼克,然后也有2012年的那个林肯总统的一个传记电影。 然后他其实他舞台上是有蛮多的话剧,应该说是比较政治化的一个作家, 因为他其实从慕尼克林肯,或者是他有立套,应该是没说错是音乐剧,就是Carolina Change。 他说的蛮多的都是有美国的政治,也特别是美国的种族上的一些, 因为种族引起的一些政治的内容。 你说的那个慕尼黑是讲的那个以色列运动队被那个奥林匹克代表队被那个绑架的。 他最著名的两套剧,一个就是《天使在美国》, 然后《天使在美国》的话,基本上是可以赢的奖都给他赢了。 从他这套戏是1990年的时候开始写, 到1993年的时候,就是上下部,就是迁徙来临, Millennial Purchase跟这个重建都完成。 普利策长讲了,Tony讲了,然后在英国的Olivier Awards啊, 就是能赢的就是全都被他赢掉了。 翻拍的电视剧,爱马奖也都得了,对。 对对对,翻拍电视剧是2003年啊,是HBO的一个电视剧。 他后来就是2000年中期的时候,他写过一个音乐剧,Carolina Change。 那个时候,07年,也是赢了蛮多的奖的。 我是就对他的好奇是说,我看了这部剧以后, 我真的是觉得被他的野心宏大和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 有点被惊到了,然后我就有点好奇说, 这么一个人居然好像没有出圈,是不是因为他讲的艾滋病和同性恋的话题, 会有点限制这个,这部剧的传播, 还是说需要更多时间来? 我觉得其实他的戏因为主题非常大, 而且就是可能就是变成他这个做一个人, 已经在他的戏的背后了, 我们看的一些戏已经不太理会这个作者是谁。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他最成功,最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特别是90年代的剧作家的话, 更多的可能我们是关注那个人的个人, 而不是说他的戏, 因为比如说你说同年代的, 如果美国的著作家David Mamet, 就是大家都是,你说他的戏,你先想想到他的人, 然后David Mamet的话, 比较著名的有两套戏, 一个是Glenn Gary, Glenn Ross是有Kevin Spacey演过一个电影版, 然后那个是讲一个就是好像是七八个忘了是卖房还是卖车, 就是销售员在办公室里面去勾心斗角的一套戏, 就是大家想成为那个最最最最top的就是卖的最多房还是卖的最多车的那个人。 另外一套戏呢就是一个校园里面的你可以说是私生恋, 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男女关系的一套戏, 就是Oleana, 就是一个男的教授跟女的学生, 究竟是女学生勾引男的还是男的去强破一个女, 就是看完出来的话大家都是吵架。 你现在说的是谁的戏? 那个是David Mamet。 OK,好, 那方兆关于Tony Kushner有什么想补充的内容吗? 我也是在看这个戏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剧作家, 然后我后来查了一下就是他的就跟积极查到的资料一样, 他在好莱坞因为跟这个林肯是一个非常大的片子吗? 是斯皮尔伯格制作的这个片子, 我虽然没有看过啊, 但是是非常著名的。 就是说他们找了一个古董椅子来拍这个片子的那部剧, 好像是有, 因为我那有可能有有可能有这么一个, 因为这个美国人拍这些剧都特别认真啊, 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说那个有这个慕尼黑吗? 慕尼黑这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坐飞机的时候经常会在飞机上看到他们经常喜欢放空难电影啊, 这个反正啊, 对反正是我在我真的是在飞机上看了慕尼黑, 那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编剧是他, 就所以我同意一番你所说的, 就尽管他写了这一部就是拿了所有的我们如今所知道的这些重要奖项的剧, 同时他还是一个活跃的电影编剧, 在这种情况下他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高的知名度啊, 就是然后后来呢, 我就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看了很多对他的采访, 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 起码是在他现在这个阶段他的这个采访,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健谈的人, 然后他会回忆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啊, 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当时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还算是一个矛头小伙吗? 因为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他创作这个剧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 我觉得有一个话可以补充进来吧, 就是说在2018年这个剧在这个重新上演的时候, 白老汇又把它重新搬上舞台的时候, 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修改的啊, 因为现在过了三十年可能这个剧你有你有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他说我在这中间这么多次上演的时候, 我都有过就是都有过回看这个剧, 因为这个剧是个七小时的剧, 我当时写的也非常辛苦, 用了三四年的三年半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剧一直是what it is meant to be, 而且就是中间HBO在拍电视剧的时候也征询过我的意见, 而且当时那个Michael Douglas也问过我说啊, 我给你看一个出版的亲样, 你看有没有什么你想修改, 但是他说我一直就觉得我把我所有想说的, 就我那个时候所有想说的和我今天所有想说的, 都写到了这个环境, 都说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剧确实是有巨大的震撼力, 所以我就是说, 我就很奇怪, 他个人确实这么成功, 就是他成功的就是, 他个人其实藏起来, 你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就是那种很自传性的东西, 他写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三个不同的个体的家庭, 爱情, 命运, 还有就是他们和艾滋这个病毒本身抗争的这个经历, 但是他自己却成功的隐没了, 他其实是个非常健谈,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 听他采访也非常有乐趣, 对, 其实我就想到那个是叫安德鲁·艾伦·索尔金, 我就觉得他就是写West Wing啊, 或者是写The Social Network, 我一会就觉得好像索尔金就非常非常的知名, 就是说写这种社会现实话题的也是拿大奖的人, 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话题, 那方兆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看的这个版本, 你刚才讲18年在百老会, 应该是应该就是把National Theatre做的英国国家剧院的这一部, 先在英国演了以后搬到了美国, 你能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舞台和演员吗, 因为我觉得我看舞台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 好的, 那个就是这部剧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或者说在网上你能够搜到的版本, 就是这个NT Live的这个版本, 它是先在NT上演了以后, 然后呢在这个变成了NT Live, 然后后来又在18年的年中, 在百老会也是原班人马都演过, 而且它也是一个英美联合的一个阵容, 就是从演员的这个班底上来讲, 它的导演是英国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女导演, 这个Mary Ann Elliot, 它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剧就是《离奇小狗失踪案件》, 那个也是NT Live的一个剧目, 而且那个是它导之前那个剧, 所以它在导这个剧的时候, 导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版本的天使在美国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个成名的一个女导演了, 那么就是我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基本演员的这个班底吧, 这是一番交给我的责任, 我这真的是很认真地看了一下, 因为我以前经常在节目中说说错人名地名, 这些关键性的细节啊, 这个这个剧的这个班底呢, 实际上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导演以外呢, 他的三个最主要的得了, 不是得了艾滋病, 就三个最主要的同性恋者吧, 或者是他们的伴侣, 有可能是他的伴侣得了艾滋病, 三个最主要的这个同性恋者的这个饰演的人呢, 一个是Andre Garfield, 他也是这个剧中的最大的主角, 他演的这个主角的人叫Prow Water, 就是他们还在这个剧中开玩笑, 说他就他应该叫普里奥瓦尔特, 但是在这个剧中开玩笑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是前一个瓦尔特, 好像他之前还有一个瓦尔特, 然后这个他就是看见天使的人, 这个可能是他治疗过程中有一些幻觉, 或者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员呢, 就是饰演这个Royal Khan, 也是在美国非常知名的公众人物, 这个也是曾经是这个, 最开始是这个麦肯锡, 参议员麦肯锡的, 就是麦肯锡主义的这个参议员麦肯锡的得力助手, 后来也成为过Donald Trump的律师, 而且Donald Trump还曾经说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话, 特别知名的叫Where is my Royal Khan, 就是在他死后, 还非常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司法部门不能像Royal Khan那样, 为我捍卫我的权利, 这个是由这个Nathen Lane来饰演的, 他也是老戏骨了, 这个就一句话就可以, 对对对, 他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张脸, 特别像坏人, 然后这个演这个就是Joe, 就是这个Joseph Pitt, 这个Mormon教徒的, 他同时也是一个不出柜的同性恋者, 他们三个人有截而不同的命运, 这个Andrew Garfield, 他会穿女装啊什么的, 他也是一个最早就是知道自己确诊了爱滋的人, 然后这个Nathen Lane是知道自己换爱滋, 但是他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他又拒绝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他还痛恨所有其他的同性恋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 这也是唯一这个剧中唯一一个历史上确有其人, 这不是历史的, 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很周边的事情, 就是很近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拉塞尔托维, 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已经在这个法官手下做了好几年的这个Clerk, 其实这个中文翻译有问题, 他不是书记员啊, Clerk就是法官助手,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职位啊, 然后呢, 要被这个很有在华盛顿很有影响力的这个Nathen Lane安排到这个华盛顿去, 他们他这个故事发生在1985年的纽约, 安排到华盛顿的司法部去当这个, 就是司法部的重要官员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燃燃生, 要燃燃生起的这个新兴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呢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魔门教徒, 这个剧中是逐渐的, 他说他一直都知道, 但是他逐渐的就是说真正的和真正的有了同性伴侣吧, 然后真正的就是他他转变了一个他他他有一个家庭生活的蜕变, 那么他饱受这个我不知道是抑郁症还是一个其他的什么症困扰的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叫Harper Pitch, 就是也是一个他自己称自己叫Jack Mormon就是不正经的魔门教徒的这个女性的实验者, 也是我觉得这个女这个剧中女性戏份比较重的是这个Denis Goff, 这个Denis Goff这个脸大家就是有在看过一个电影的人一下就能认出来, 因为他在科莱特这个剧中演了那个喜欢科莱特的那个就是很就是民国铁梯一样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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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女侯爵就是就是他他演的, 他其实也是平常是非常短发非常利落的一个造型啊, 然后在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就是在这个production中不太重要, 但是在呃呃呃电视剧或者其他productions他说相对更重要的, 比如说这个呃呃呃Joseph Pitt他的母亲啊, 他拒绝承认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啊各方面就是啊,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角色在这个HBO的剧中是梅利尔斯特离谱演的啊, 是非常重要,但这个这个剧剧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 所以大概主要的这个班底就这样, 这个阵容还是非常豪华啊, 非常豪华啊, 所以呃我在我就是在想国内听众的给这些美国演员的绰号, 安朱格菲就是叫嘉飞是吗, 因为他也他他是蜘蛛侠, 他是蜘蛛侠啊, 然后也有叫他安朱, 反正这我也不知道我是看豆瓣的, 然后Russell Tovey是叫小狼, 应该是他之前演过一个什么东西里面是, 他是演那个History Boys好像是出名的, 对这是在话剧界出名的, 他当年好像是没记错的话, 然后Russell Tovey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当代艺术大藏家, 然后他自己做了一档, 是吧, 对做了一档艺术播客非常受欢迎, 请的嘉宾也非常豪华, 他今年加入了Tenner Price透纳奖的评委, 所以就是他在艺术圈的这个是一个, 举足轻松的新人物了应该算是, 对对对是一个, 我对我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年轻演员, 还没脱离那个两千年代, 对对对就是回到方兆要不要讲一下这部剧的, 因为他这么长时间, 然后他的这个舞台给听众一些直观的感觉, 我可以先看一下, 我可以先说一下, 我看到这个舞台的一个效果的直观的感受, 就是他是, 也这个剧的结构非常非常的复杂, 他经常会有这个就是快速的场景切换, 那么在传统的话剧里面, 只有这个大的场景切换, 只有在这个每一个act之间才会进行, 但是在这个剧中不一样, 因为他是在多个不同的场合中, 有就是有角色的这个就是交互非常非常多, 其中还有导演刻意为之的一些手段, 就是说他会让两段, 就是像穿越时空的对话一样, 就是说两段不同的对话在同时发生, 所以说他这个舞台设计有相当的难度, 那么就是在其实当代话剧中做这个旋转舞台的,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段, 但他这个可以说是就是用一个非常土的话, 就是把旋转舞台用到了极致, 他确实用到极致, 他有非常多不同的装置在, 他不仅是有上就是这个空间上360度的这么一个旋转, 他同时还有这个上下的这个就是空间上, 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用, 而且他对这个其实对于灯光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如果你参加过校园的业余剧团的话, 你可能知道一个剧中往往就是最累的人之一, 就起码在后台中最累的人之一就是灯光师, 因为灯光非常非常的, 就是他实际上是给演员的一个Q, 如果你出错了的话, 他这个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这个灯光也相当相当复杂, 但是呈现的效果是让人惊艳的, 我说他相当相当复杂的原因是, 他这个中间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凡人与超人这个剧有一点相似的地方是, 在他的中间部分有一个幻想的段落, 是这个身患重病的这个安德尔格菲的演的这个角色, 就Prior Order, 他和天使的这个对话和交互, 那这个天使他有非常巨大的两个翅膀, 他是需要人托起来来走路的, 他还有很多这种舞蹈性的这种上下翻飞的这种, 上下翻飞可能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词, 其实就是大家看了剧就知道他具体干什么, 这个就是他还有很多这些动作, 那么其实都是需要人去用托举的方式来完成的, 那对于灯光来讲就是要照到这个讲话的这个人, 而不是这个底下的这些辅助的这些人, 但是我同时也要稍微吐槽一点, 就是有些地方你也觉得我不知道是演员的问题, 还是导演有意为之, 有些地方有一点小尴尬, 就是当那边的灯光按下去的时候, 你是能够隐隐然看到那个演员的侧影的, 你就想, 这个人他在这里不走, 是他有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吧, 但其实他可能就是选择一个下一个时间离开, 就是这样的, 但其他时候他是一个, 他就是打破了这个原来是木间的这个场景切换的这个常规动作, 在同一个act中其实是有大量的人物场景不断的快速的出现的, 所以在看的时候有一种, 可以说这个剧是我们到现在讨论的所有剧中, 从观剧效果上来讲, 最接近看一个成熟制作的美剧或者音剧的, 节奏感非常非常好, 非常紧凑, 当然这个在,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句话, 就这个也是在这个production上, 这个Kushner, 这个Tony Kushner这个编剧对于跟导演协商的一个结果, 因为Kushner自己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说那个他在制作这次的时候, 他特别向导演强调, 他认为在最近的20年中, 这个电影已经剥夺了太多theater里面制造幻觉的感受, 现在很多时候一个theater的导演都会倾向于不去做那些有想象和幻觉的成分, 因为大家一说theater就觉得应该是真实的, 不应该有这些想象的东西, 但是他说他认为只要这个人物是在恰当的情感下, 在一个恰当的这个时间中爆发出来的这种想象, 他认为theater能够带来的这种想象力的冲击力, 冲击力应该是不弱于这个电影的, 所以他在这中间也是对导演做这些, 就是布置是有要求的,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聊一圈大家看了以后的就是第一感受, 我开个头吧, 我就接着方赵的说, 我开始看的时候确实觉得很像看电视剧, 就是可能是方赵刚才讲的, 他的频繁的场景变换, 就是他不, 你都不能按说这是第一幕第二幕来讲了, 他其实就是场景, 然后每一幕可能有, 就是我说的这个幕就是, 是按照那个茶歇的那个时间来分, 就可能有十几个场景的转换, 然后有的时候有两个场景同时发生, 我开始还不能太确定我是不是喜欢这个东西, 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 看到后来还是觉得很牛逼的一个事情, 然后刚才想方赵介绍一下后来舞台, 也是因为我一想到后台的人需要多手忙脚乱, 我就有一点觉得哇塞, 这简直是给自己找了好多好多的, 好多好多的麻烦, 然后另外一个感觉也是, 还是和整体制作有关的, 我他的那个舞台的复杂性, 其实呈现出来的效果又是一个极简的东西, 他并没有说搞得像一个音乐剧一样的乱糟糟的一个, 对不起音乐剧迷, 就是一个他也不是那样的感觉, 都是很简单的线条房子可能就是给你一个门或者是给你两面墙, 然后里面房子的装饰的话可能有床的话基本上人都在床上走不动, 或者是只有一个灯或者是一个玄关就没了, 他就是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指引告诉你我们现在在一个大概是什么类型的空间,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当时的感觉看完以后我就是觉得真的是, 如果说是可以穿越像古希腊的剧作家像Iskylis, 或者是莎士比亚, 莫里亚, 易卜生我们之前聊到的这些剧作家, 他们如果来看这个剧作为内行, 他们可能也会从很多, 对他们还是会, 我觉得他们都有可能会看哭, 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元素, 包括你说有东西在飞这些, 也都是在希腊也就都有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又被运用到这部剧来又其实都有发展嘛, 也是做的比较极致, 我还是觉得他们会看得很感动, 然后从这个剧的内容里我也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有雅典古代戏剧的那种政治教育意义的一部剧, 就是它可能不是在讲一个, 虽然它讲了几个家庭故事, 但是它背后还是有一个教育公民, 一个社会课, 一个社会政治课的这么一个感觉, 让大家能够面对艾滋病, 面对社会议题这些等等, 我也觉得还是一个挺牛的, 我唯一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打一些问号的东西, 就是说这部剧真的是非常的很浓缩, 非常浓缩, 他的对话和他讲的思想, 就是说他里面的idea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作家, 然后卯足了进有一些炫技的成分, 就是这个炫技的成分就是说我来不及去, 我的大脑有点来不及去处理就是剧作家抛给我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各种各样的对于美国社会的一些来自于不同观点的一些评论, 这些东西消化不了, 对, 有一点消化不了, 因为他这套戏的副题是Angels in America, 是他的两套上下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题目, 但是他还有一个副题叫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 那这是应该是那种国家性的那个主题的Fantasia是幻想曲吧, 幻想, 某一种幻想曲, 其实他做的那个可能他这套剧的结构有一点像更像那种古典音乐, 就是幻想曲的有很多不同的变奏, 有很多不同的主题, 然后他就是都像一个直锦的这样全都直在一起, 因为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看到的内容可能不一样,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对美国政治特别敏感的话, 可能你的关注点更多的, 他里面有有Republican, 有Democrats, 他们说的很多内容, 然后他就是有美国的所谓的那种大政治背景, 就是国会的那种他有法院的就是美国的那个政绩体系的一个讨论, 然后他也有美国的种族政治, 因为他有一个黑人的角色, 有犹太人, 有所谓的普通的白人, 然后他也有那种小地方来的白人, 大城市来的白人就是, 那然后他也有美国的宗教的问题, 无神论者, 普通的那种, 应该算是普通的就是从那种基督教, 来自基督教的人, 有犹太教的人, 然后还有摩门教的人, 然后再有这个同性恋的话题, 然后再有同性恋在那个90年代出这个艾滋病的那个话题, 80年代, 80年代对, 80年代就是他写的时候90年代了, 然后还有就是八九十年代的对于那个, 这个可能是比较隐晦一点的, 对于那个物质要求的那个materialism, 跟精神病的问题这个通过这个女主角Hopper, 然后当时就是, 而且就是美国对于这个, 他通过艾滋就是还讲了美国的应该算是医疗上的问题, 对于药物的依赖, 药物的依赖, 或者因为那个女主角他也是吃很多那个振振机, 那个Valium的话, 你看90年代的小说, 基本上大家都是在当糖果的这样吃的, Brett Easton Ellis的那种小说, 什么美国, American Cycle啊, 那些Less Than Zero, 他们全都是, 就是这个是最低级的, 入门药, 合法毒品, 麻醉自我的毒品吧, 就是这一堆东西放在一起, 七个小时其实是很短的时间, 你想想我们现在大概可能看一套电视剧的话, 七八个小时他可能只会讲到我们说的这么多东西的其中一件事, 我都忘了我已经提了多少个小主题了, 方赵愤儿离场了, 但具体你刚才最开始说你看这部剧看得一边哭一边笑一边骂人一边叹息, 你可以讲一讲这些方面是, 我们之前看了很多苦情戏, 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看过一套戏是真的酸甜苦辣, 喜怒哀乐都是同时, 你可以在一场阴漠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对话里面同时发生, 简单讲一下那个故事吧, 我会说这个故事是有两条或者三条主线来推动, 一就是莫门夫妻周跟Harper, 周是一个刚才方赵也说了, 他是一个在法院里面做法官的助理, 还是二手就是把法官的, 就是把法官做日常事情的一个clerk, 他跟老婆都是莫门叫的, 然后老婆就是有一点色恐或者是有精神不是很好, 有一点轻度或者是重度的精神病, 是依赖不愿意出门, 然后经常依赖药物, 然后也会有他的有各种的幻想, 然后周是摸门叫, 然后他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同性恋, 然后他也是Republican, 这是保守的, 就是他可以说是这个影视文化界里面的话, 他就是绝对的就是那种另类人士, 绝对被鄙视的那种人, 小地方, 就是思想是非常不先进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一条主线, 然后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两个在纽约的一个同性恋的伴侣, Prior他是他会伴侣装去演出, 然后他是有艾滋, 然后这套戏里面你会看到他的身体的状况的一种大上大落的一个状态出现, Prior就是应该说是那种非常纯正的白种人, 因为他的祖宗就是可以说是有点贵族的血统, 他们就肯定算美国贵族了, 对, 他的祖宗是在那个Bayu Tapestry, 就是一个十一世纪的一个巨型次数作品里面已经出现过了, 所以他已经是第二十几代人了, 所以他是血统是可以有的考究的一个白人, 然后他的男朋友爱人Lewis是一个犹太人, 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Lewis接受不了他的爱人生病, 然后要分手就离开了他, 第三对人呢, 我会说是Joe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Morman, Morman叫在法院里面工作的人, 跟他的应该算是他的老师, 或者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前辈, 就是Voykun, 因为他的工作上就是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两个关系就是有一点点算是父子关系, 因为这个Joe他本身Morman叫的这个Joe他在后来第二集还是第三集, 就是后半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很不好, 然后Voykun就是有一点是就是一个替代的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 三个组合的关系慢慢就会从完全是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三对人独自在家里的关系, 或者是在工作上的关系慢慢变成这六个人都有交集, 忘了, 其实我说这么多是想这样的什么, 你开始是讲他是一部酸甜苦辣都有的这么一部剧, 当然我也很同意你很难说他是喜剧的悲剧, 然后我觉得可能最明显的就是你看到酸甜苦辣的那种地方是两个同性恋者的那一部分, 因为他那个因为你的爱人生病了, 你接受不了他这个生病, 他不是说哎呀我病了躺在那边, 他是一个特别身体上残酷的一个一种病态的存在, 就是揉血啊湿劲啊走不动啊, 然后有各种的就是特别是外露特别恐怖血腥的一些一些症状, 然后这个男他的Lewis这个男朋友他就受不了了, 加上这个病的传染性和对他也会带来风险, 加上的传染性对, 然后就是因为所有的体液出来都有可能就是感染, 所以他就是完全就是精神崩溃了受不了, 但是他又不停的说我很爱你, 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什么世纪大渣男, 但是同时间你也非常同情, 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他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怎么苦, 是吗?我完全不同情。 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演员, 我觉得他是, 其实他是演员也是赢得很好, 因为他就是那种脸圆圆的, 就是那种小胖胖脸, 就是看起来蛮年轻蛮可爱的那种人, 就是没有什么伤害性, 但是他的行为跟他说的话是完全是一个对立面。 OK, 但这个是现在就是说他是一个具体人物的讨论, 我们可以放在后面一点再讲, 虽然我就还是忍不住要说我完全同情不了这个人。 然后我们回到方兆, 要不要再讲一点就是总体的感受。 因为这个剧非常长嘛, 那就是我想就是可能有耐心看, 虽然他的节奏非常好, 有耐心看完七个小时舞台剧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这个如果看电视剧的话, 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视剧, 但是电视剧居然得了这么多奖, 我相信这个电视剧也非常非常精彩。 我相信短一点六个小时左右, 没记错的哈。 哦, 对对对, 反正就这两个形式吧, 不管哪个形式, 我觉得都是展现了这三个家庭, 算是三个家庭吧, 这个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然后其实从这个剧一开始的这个最开始的第一幕, 从他这个最开始的开头, 你就能有一种他是要拍一个非常有野心的, 非常史诗感的这个剧的感觉, 因为他的第一幕呢, 是一个葬礼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拉比, 能在这个葬礼上呢, 是这个Louis的奶奶他去世了啊, 其实是一个Louis在这里面, 虽然是一个串联人物, 但他并不能算是一个主角啊, 我后来才觉得可能这个剧的编剧的化身就是这个Louis, 因为这个Louis是在这个剧中有最多的, 听上去比较像美国年相对年轻的左派的文艺界的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 他的软弱可能也和文艺界的一些软弱是相似的一种感觉, 他里面还嘲笑吴迪埃了, 他谁都嘲笑, 他还嘲笑斯皮尔伯格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他里面有很多这些, 但是这个剧整体就是, 我相信就是对于可能看这个舞台剧会有点难度的人来说, 看这个电视剧是个更好的选择, 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事情要提醒, 就这个剧它的对白非常非常的困难, 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很多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剧作家写的剧有古代的现代的, 当然除去那些我听不懂语言的之外, 这部剧的对白的这个语言难度是非常非常至高, 我最开始还逞能还想不看字幕, 后来分享不看字幕里面就太多东西,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首先他有起码是在最开始的第一个act中, 有大量的这个法文和希伯来语, 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是iddish还是希伯来语, 因为我既不懂iddish也不懂希伯来语,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一些话, 他是就是特别的文艺的一些话, 然后你即便是懂得他每个词的意思, 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这个组合起来, 我觉得他比那个凡人与超人的语言难度还要高, 而且最开始他还用了一些词, 就比如说上来这个Andrew Garfield, 就这个prior water, 他说I have KS, 我就说我这你有这这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什么种东西, 就是后来我才查这些东西, 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就是他有就是他其实挺难的, 其实就如果你不, 我相信如果坐在剧院里的人, 如果没有一个介绍本的话, 他其实是挺难, 一下就看得懂这个在发生什么, 特别是一开场的时候, 他有很多当时的一些流行文化, 或者是政治, 或者是时事的一些提到的一些东西, OK, 然后我总结一下大家的这的发言, 我觉得听众不要被吓到了, 没有那么恐怖, 然后这部剧的最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Anti Live的制作, 我觉得演员在有些地方是有带麦的, 就是说话还是很清楚的, 他没有那么, 就不需要处长, 音效做的比较多, 音效是挺好的, 然后因为我们开始谈到了, 这个剧里面有非常多的, 就是不管是政治, 还是宗教, 还是精神方面的, 还是种族文化等等等等, 就大家可不可以从这些里面讲, 就是你觉得这部剧想讨论的这么多话题里, 最打动你的是一个室内, 是什么话题? 我当, 其实我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时节去, 我一直就是做这个栏目的时候, 就想看 Angels in America, 因为我是07年的时候, 胡乱买了票, 看了这套剧奏出来的, 真的是整个人懵了, 就是我没看过, 这么可以一套戏, 讲了这么多不同的内容, 而且是可以, 是不算太说教, 而且它是能牵动你的感情, 一个这么复杂的一个当代的戏, 然后我想了好长时间, 因为七个小时真的贡献出来, 去看一套戏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最后突然想起, 美国马上选总统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节去看这套戏, 还是, 我没想到就是我在07年的时候, 看这套戏, 我觉得虽然说那个时候已经是20年, 15年老的一套戏, 当时还算是蛮, 你不会觉得它特别过时, 但是现在几块30年了这套戏, 我现在看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内容是完全不过时, 它除了提这个大气层有洞,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90年代经常说的事情, 现在没人说了, 洞还在, 或者是对于那个这个爱滋的那种绝望, 就是也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如果你看的比较多影视, 特别美国的话, 你会就是那种绝望感是很强, 但是现在是相对来讲, 医疗进步了就没有那么恐怖, 这两点的话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那个时间性吧, 但是这两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它只是没有当时它90年代写的那么严峻, 但是它后面说的宗教的政治的种族的问题, 其实今天的美国绝对存在, 特别是在第二步的时候, 它有几句台词就是说, 特别现在就是新冠肺炎, 美国的应对, 它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不允许, 不接纳有殖病的一个国家, 它有一句, The America is not a country for the infirm, 就是你现在今天去听这句话的时候, 感受又很不同了。 你能具体说为什么美国是一个不接受这种弱? 因为就是特别这一年的话, 可能一般人不在美国生活, 你不会特别了解美国的那个医疗状态, 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它基本上作为普通市民的话, 如果你没有买医疗保险的话, 这个方向可能更熟悉一点了, 就是你看病的话, 你就等于, 你病的话你就病了, 已经你没钱去看病, 因为它没有一个医疗的保障, 你进去的话, 就是每一分钟每一件事都想付钱。 但这个和它在文化上不接受, 我其实好奇的是, 在自由女神像上写的, 自由女神是号召说, Give me your sick, your poor, your tired, 对吧, 是要把全世界的, 贫穷的人弱的人就是请来美国, 但是美国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一个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人。 就是对于你是一样, 就是比如说香港, 就是国内这个医疗多稀缺, 你还是有医院, 你还是能静的看的话, 就是有各种的不好, 你还是有的看。 有人管。 有人管, 就是说我在国内看病, 我是没有任何医保的, 但是如果我去一个公立医院去看病做检验的话, 我不会是要付几万块钱, 我就是付可能是几百块。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巨要讨论的问题, 这个巨里没有人看不起病。 但是这个是背后艾滋病的问题, 因为当时他是不承认有这个病, 他不医疗不放, 裂根不放钱去让他们去治疗这个病, 其实很多人他是没得治疗, 然后这个事情越搞越坏。 因为比如说他说的那种特效药AZT, 这个药是存在的, 但是他不让治疗, 但政府不给钱, 他就是全都压了, 所以变成那帮人进了医院, 他就是等死了。 但是这些医院很多的都不是说国家医院, 它只是那种私人机构, 有一些是办持上的, 这个可以看90年代也有一大堆讲艾滋的, 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听懂了, 但是和你最开始提到的方兆能分享一下, 就是说Roy Cohn在他死之前说, Gigi刚才quote的那句话, America is no country for the infirm, 首先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吗, 然后它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第一, 我现在要主题先行的说一下, 作为一个在美国成长, 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 我是非常不能听别人说美国有什么什么不好, 我就是觉得你们真的应该shut up, 就是说第一, 你没资格讲美国有什么不好, 就是mind your own business, 第二, 我们美国人知道美国有什么不好, 就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我就是在, 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 但是我要是听到任何人讲美国不好,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愤怒的, 就是说, 尤其是这些中国人还没搞清楚, 中国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是说, 对, 所以我都一般是这么回应的, 就是说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在很早的时候, 在我本科的时候, 我从事的第一份跟法律有关的实习的工作, 就是在纽约一个小型的, 这个health insurance law firm里面, 那么这个整个这个law firm, 正式职业的这个律师只有两个人, 但是他有一些助理, 我就是在他们当一个临时的助理, 那么我们当时主要的一个业务之一, 就是帮助这个因为艾滋病, 所以被这个各个公立医疗公司拒绝, 就是给予这个保险赔付的这个人, 那么在这个剧上演, 就特别是第二部上演的时候, 这个好莱坞也推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电影, 就是费城故事,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很多必看榜单里面, 排名前列的, 这也是关于就是因为得了艾滋以后, 被拒绝这个拒绝给他工作, 更不要说他因为这些医疗保险是根据工作走的, 那么Obama Care, 他实际上是一个希望为这个所有的人提供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么一个Care, 那么我在大三的时候呢, 我当时做的这个实习工作, 就是暑假的正式的实习工作呢, 是在这个费城医疗保险质量联盟, 这是一个就是多方成立的, 有商业公司有政府,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民间组织, 这个就是这些Human Rights Group, 联合成立的一个联盟, 就是我们是帮助这个各个医院和保险公司, 还有其他的人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尽量以尽量低的成本来提供最好的这个Medical Care, 那么在这个工作的虽然是短短两个半月的过程中呢, 也是接触到了就是跟这个美国医疗系统中, 当然这个跟这个AIDS就没有那么直接和紧密的联系, 但是依然这是一个就是让你从各个方面去看到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这么一个侧面吧, 起码是, 然后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呢, 我也我其实本来就是没有从学术上, 或者说没有从这种方面那么关心, 其实跟我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以后希望当医生, 或者是起码去读MPA, 去进入这个医疗体系的, 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但是我也读了非常非常多的书啊, 其中有一本很小很薄的书, 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还买过很多送给别人叫Complications, 是一个美国的外科医生写的关于这个美国医疗系统的Complications, 就是因为Complication这个词有复发症, 并发症的意思嘛, 就是这本书我现在也在节目中推荐给大家, 虽然是个很老的书, 很薄很容易读, 但是感人至深啊, 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正面回应, 就是基基刚刚说什么美国得了病没人治啊, 什么之类的, 美国人知道他们得了病没人治啊, 千万不要担心就是说美国人得了病没人治, 不不不, 我主要是说你作为, 如果你在一个有这个, 这个算是全民医疗的那个, 就是像比如说你在英国的话, 你要去看,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免费, 净服免费的去看病吧, 就是我要叫那个救护车的话, 你是不用付钱的, 但是对, 就是你, 我们在香港以前也是, 因为香港的那个系统就是英国的那个, 那个医疗系统嘛, 所以当你听到, 如果你在, 你没钱的话, 你美国是连救护车, 如果你没有那个保险的话, 你救护车, 你又没钱的话, 你就叫不了了, OK, 那个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不是这个, 关于这个剧的讨论, 牵涉到这上面就太复杂了, 这个, 这个就好像在剧中人中, 在讨论他们的个人关系的时候, 经常会扯到什么种族主义样, 其实本来根本就跟种族主义, 这不是, 这不是我本来想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来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我有一种感觉, 我就是说我去, 这个东西有可能真的是和好莱坞有关的, 我们里根是总统, 她是个好莱坞的明星, 她和Nancy的那个形象, 就像奥巴马和Michelle的形象一样, 就是完美, 就是我觉得美国有一种对我, 就是健康, 对个人身体, 年轻好看, 对你的牙齿, 对你的五官, 这种完美的一种压迫性, 如果是去过洛杉矶的人, 在洛杉矶你随便打开一份报纸, 现在你看网站你看不到, 因为那个广告是定向投放的, 但是你翻开洛杉矶时报, 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全是整容广告, 然后这种感觉, 我是觉得, 就是为什么这部剧里的Harper, 他也是一个一直要吃药的, 因为好像就是大家要尽一切可能把自己搞成一个特别阳光正面的人, 这个东西的压迫, 他在压迫Harper, 他也在压迫不敢出柜的这个Russell Tovey演的这个Joe, 也在压迫Roycon, 对我刚才想说的是这一点, 不是想讨论公共经济或者是卫生政策, 但我们把这个事情抛在一边, 就还有, 它背后是绝对是引起, 就是影射了很多这种公共政策的内容, 特别, 对, 它有, 但我觉得可能不是Roycon的那一句话主要想讲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扯一些别的话题吗? 就是我这个问题又抛给大家, 艾滋病也好, 还是说新冠也好, 我们其实都可以把它讲成一个大传染病, 就是plague, 历史上有很多次plague的出现, 每一次plague出现的一个, 人的一个很原始的反应, 就会说这是道德的败坏, 这是道德沦丧了, 然后这是怎么样, 尤其我觉得艾滋病开始出现的时候, 美国社会甚至是全, 中国一样有艾滋病问题, 对吧, 然后一样是被掩盖, 然后艾滋病维权的人一样的是被打压, 那大家还是也会难免的从道德上去judge, 就是说因为它在同性恋, 尤其是男同性恋群体中传播, 然后会觉得这是上帝的惩罚,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剧非常神奇和巧妙和, 和有反叛性的, 是叫反叛吗, subversive的这一个点, 就是说它把这件事情同样用一个宗教性的, 一个观点或者角度来解决, 但是把它解决成了一个正面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prior, 它在服药之后出现了幻觉, 然后第一部分的结尾, 一个天使就像, 就像那个Gabriel出现在玛利亚的之前一样, 就降生了说我有话对你讲, 然后他要讲的这句, 这个话还给了他一本书, 就是像一本圣经启示录一样的, 给他, 这个书里讲的这个内容就是一个, 就是讲说上帝开始造了天使, 天使是, 待会看你们这么理解, 我会把天使认为是, 就是这些非常教条主义的宗教, 有宗教思想的人, 他们是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 这是天使的定义, 但是呢天使, 对, 在这部剧里面好像他们又是, 情欲很发达, 就是说上帝是通过, 是成天都在和天使做爱的, 然后天使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上帝就闷了, 闷掉了以后就说, 那我们就来创造一些, 对, 搞一些人类出来, 人呢, 对, 人是有想象力有创造力的, 然后人出现了以后, 因为他们太有想象力, 太有创造力, 就一直都在改造这个社会, 也就是说社会一直都在变化, 或者是说进步退步, 一直在变化, 这个变化就, 我也不知道这个传动机制是怎么样, 就让天堂变得特别的不稳定, 还是怎么怎么着, 就出现了某种灾难, 然后这个灾难的集中爆发, 就是在20世纪初, 旧金山发生的那次大地震那一天, 那个事发生之后, 上帝就算了, 我不管你们了, 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再也不出现了, 天使就抓狂了, 所以说天使来找Pyre, 对, 天使来找Pyre, 就是希望Pyre能够以艾滋病患者的身份, 去对人类说, 大家不要再动了, 就是不要搞任何运动, 或者也好, 也不要再改变这个世界, 就是静一静, 对对对, 大家能够过一个安静的传统的生活也好, 这个没有细说, 你们做的, 反正你们之前做的事情搞得天下大乱, 然后Pyre就是刚才GG讲的那一个, 在上天堂以后就是说, 你们其实只看到了这些运动中的负面的东西, 和你们自己内心恐惧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 我情愿得艾滋病, 我情愿死, 也要做一个人, 大概是, 我觉得他是通过这么一个, 我都不要做一代病的这种感觉, 他是, 虽然我刚拒绝说, 是这个就拒绝对美国的任何批评, 他这个剧是一个非常美国精神的一个剧, 他反映的实际上是非常, 这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就是结合了这个剧创作的可能前后, 就是五六年间吧, 这个美国社会本身发生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么一个剧, 因为在这个剧, 本身想展现的这个时代, 正是这个里根主义的高峰期嘛, 里根连任了两任, 就是他, 他就是连任了一任总统, 就是他一共当了两任总统, 里根的连任也是美国历史上, 除了罗斯福之外, 就是投票, 得票率最高的一个连任, 他是毫无悬念的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 而且里根在他下台的那一年, 他的就是, 就是老布什, 就是老布什上台那一年, 他的支持率仍然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我记得应该是接近70%, 就是说如果里根还能继续当下去的话, 可能里根还能当第三任的, 如果他修宪, 当然他, 对, 当然其实里根就是, 我们知道里根在他最后两年, 已经受到这个, Eltzheimer很大的影响了, 尽管他自己不承认, 他的夫人也不承认, 其实他在就是80年代晚期的时候, 他已经受到这个病的困扰了,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为当时的民众, 他就是代表了, 就是这个里面, 剧中也提到这个词, 代表了当时的一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总统, 就是80年代整个这个美国的时代精神, 就是一种这个传统的美式的, 保守主义的这个复兴的运动, 那么这个保守主义的复兴呢, 其实他就伴随着对于这个同性恋群体, 滥用药物的群体, 甚至是病人这种不健康的美国人的这种攻击, 这个我们仔细想想看, 在里根时代他就是, 他有几个敌人对吧, 一个是这个用药的这些人, 所以他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打一个这个毒品战争, 所以其实这个和80年代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反精神, 污染是有类似的, 非常非常像, 在从这个精神压制上来讲非常非常像, 就是说这个另外呢, 就是他就是对对这些用药的人这是不行的, 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 就虽然那个时候不是麦卡锡主义, 但是他们肯定是一个对于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 就是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时代嘛, 因为这个里根时代就是一个, 就是他公然要这个挑战戈尔巴乔夫, 重新要就是把之前一些美苏的, 因为之前美苏关系有一个很长的蜜月期了, 这个苏联需要从美国买大量的这个商品, 然后这个美国也需要从苏联啊, 进口很多商品, 他有很多很多互相依存的这种需要, 还有地缘政治上上面的需要啊, 这些啊, 这些我们就是讲这些历史都太复杂, 但我们就略过不表吧, 反正就是, 当然对于同性恋群体来讲, 其实80年代是非常难熬的, 因为这个, 在这个出现了艾滋病以后呢, 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呢, 显然是一个跟这个, 目前的这个新冠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心态啊, 因为新冠是你只要, 这个接触到这个有病毒的人, 不论你怎么怎么样, 你都是会传染的, 但是艾滋病是, 就是一个性传播疾病, 而且CDC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最开始已经有血液传播这种情况了, 但是CDC就说这是个性传播疾病, 而且CDC给出的最开始的建议就是, 同性恋者不能作哀, 不是说不能做, 不能have unsafe sex, 是不能have sex,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官方机构, 给出的一个防疫疾病的建议, 而且是迅速的关闭了边界, 迅速的说, 所有的你们这些有艾滋病的人都不能当兵, 都不能怎么怎么样, 就是在这个费城故事中, 因为他们其实还是属于上流社会, 他们毕竟是在大的律师事务所所里面当律师, 然后被发现有艾滋病, 然后被找借口去开除了嘛, 但是在底层社会, 如果你得艾滋病的话, 就是更没人管, 而且你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 这个里面这个Royal Khan, 对什么都没有, 这个Royal Khan它有一冰箱的这个AZT, 但是在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 是就是等死, 而且这个艾滋病的症状非常非常可怕, 就像这个GG说的, 他和其他, 你比如说你得了这个奥兹海默症的话, 你可能是慢慢慢慢的出现了这种精神上面的, 脑力上面的后退, 但是得了艾滋病以后, 你很快就会出现身体上, 就他最开始说的这个词叫Lision, 这个也是我在看费城故事中学的一个词, 就是你会出现这种快撞的创伤, 很可怕, 像你得了什么, 就是你想想, 我们想想看就是在中国也一样, 如果你身上有, 对, 如果你身上有一个斑块, 你坐出租车在公交上, 所有人都会看看你, 都会觉得你是一个病人, 美国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病人, 他在里面有一个很文艺的抱怨,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个黑格尔式的进步历史观, 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中,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怎么样去deal with illness, 这个就是那个Louise, 他说的自辩那一番话, 当然他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说这个就为了他不去看他女朋友这么一个自我辩解的说辞在里面, 但这也是一个事实,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国里面, 我们其实不喜欢看到, 我们痛恨看看到这些形象, 也不喜欢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宗教呢提供了一个这种歧视的一个助力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不一定是它的原生的原因, 那中国的艾滋病歧视是远远远远要超过美国, 中国艾滋病者的痛苦悲惨的遭遇, 也是远远远远要大于美国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 反正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本身, 或者说看这个戏剧的时候, 我本身其实没有太关注他是艾滋还是什么, 尽管它里面的很多情节, 跟我在早就是提醒我了, 我在大二大三从事的这个实习工作中, 看过的非常非常多的书, 那这里其实也可以推荐一个很老的书, 那个书可能也很难找, 找到了也是我刚开始做实习的时候, 我的上司让我看的一个书叫, And the band goes on, 这个特别像这个写金融危机的那种书, 就是什么Until the music, 对,And the band goes on, 它是一个, 我记得好像是洛杉矶时报吧, 反正是一个,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国高发这个艾滋病, 主要就是在纽约和旧金山嘛, 就是这几个地方, 就这东西这两个地方, 然后是应该是一个加州的记者写的一个, 关于艾滋病的一个, 就是一个就是调查性的这么一个书, 他是采访了当时非常非常多的人, 然后这个他写了这个书以后, 我有一个插曲是我当时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看到的就是说他在写了这个书以后, 这个书非常快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畅销书, 然后他就得了很多奖, 然后他在领一个很正规的奖的时候, 这个主持人还开玩笑说啊, 现在我们这个书是关于艾滋病的, 然后你们知道就是得了艾滋病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吗, 是你必须第二天回回家告诉你的老婆, 我是海地人啊, 就是就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严肃的这个颁奖的典礼, 在颁给一个这个书的时候, 仍然在80年代是可以这样开艾滋的玩笑, 对就当然我们现在可能这样开玩笑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病他已经有的治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得了艾滋病, 你是高度绝望的, 你是高度绝望的, 这就是一个死刑啊, 他就是一个死刑, 我觉得更多的是道德谴责的这种吧, 就是被完全是一个, 就是你马上就是打了各种的标签, 就是你是不检点啊, 什么什么的, 对, 不是同性恋就是那种女君子啊什么的, 对, 我记得我看这个书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描述我印象很深, 就是当时的纽约, 起码是纽约和旧金山的同性恋群体, 他们都像现在的美国人拒绝戴口罩一样, 这些同性恋群体中最大的工作之一, 是说服同性恋者, 你们要就是, 就他有一种内在的struggle, 就是这些leadership, 他们一方面又要去面对这些指责, 他们另外一方面他又有guilt, 他们觉得这个指责好像是对的, 是我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 因为他们去说服这些同性恋者, 不要有unsafe sex的时候, 还会被讽刺和嘲笑, 对, 就是所以说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在这个80年代初期的时候, 当然这个剧本身, 我倒觉得他对AIDS, 其实没有那么关注, 他肯定没有像费城故事那些那么关注, 但是我会觉得他是, 就拉回这个剧, 我会觉得就是艾滋病和同性恋的, 他是把一个本来用来批判他们, 或者是用来证明神的, 就是神生气了, 上帝生气了的这个病, 把他变成了一个, 在我看来你就在整个社会, 无法避免讨论同性恋问题, 因为在死人, 因为这个病有可能还会传播到同性恋群体之外去, 所以这个疾病倒逼了社会来讨论他, 虽然这个讨论最开始你会听到很多所谓不进步的观点, 但是他会激化这个问题, 然后来不管是通过科研的解决也好, 还是通过文化上的包容也好, 就是他本来让一个, 其实同性恋这件事情是对吧, 上可能几十万年来就在人类基因里存在的一个东西, 让他公开化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也不能说变废为宝, 但是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了, 就通过这些人的死, 从结果上来看, 我们只能说从结果上来看, 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推动了对LGBT这个族群的平权的发展, 从结果上来看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struggle确实是动人心魄的, 是动人心魄的, 而且这个也确实是美国社会具有这个神奇的自我修复, 同时我有一点, 其实我跟所有人的想法都不同,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 我不觉得有些人提的那个问题说, 这个剧30年后再播跟现在有什么关联, 我觉得这个错误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正确问法是,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deserve有这么一个play,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讨论的水平, 这不仅是中国, 其实欧美也一样, 真的是一样, 我虽然是力挺欧美, 但是也一样, 就是我们今天政治讨论的水平, 我们今天流行文化的水平, 真的是远远不如这个80年代晚期, 90年代早期的这么一批人, 我这是痛心疾首的想要这么说这个话, 这个你觉得原因是哪里呢, 我觉得新一代真的是丧失了这个胸怀, 这个love and peace和这个世界的这个梦想, 我们今天非常难说, 这个事情是一个human race problem, 我们今天非常难, 非常困难, 我们今天面对任何事情, 都是小里小气的, 面对任何事情都是国家主义的, 这个今天的领袖, 这个在这个, 就是在30年前, 就是跟30年前比, 就不论是哪个国家的, 都是相性见出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 是吧, 就是你这个官僚系统就是, 这个我们今天的decay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根本不值得, 就这个剧今天是写不出来的, 对, 是播不了, 播也不会有人看, 就是你不觉得有这种胸怀的人会可以写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主题, 你想我们现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全球性的这么一个非典疫情的这个危机, 我回应是完全无力的, 完全从政治上来讲, 这里面也讨论了嘛, 他说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嘛, 就是在美国有很多层面的问题嘛, 就是那个Louis在中间有一个长, 非常长的一个monologue, 然后他就是说啊, 美国就是一个政治的国家, 然后其实跟什么种族啦, 什么都没关系, 你看我们跟英国有什么区别什么之类的, 那那个时候我是相信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 是完全有能力去跟别人这么讨论问题的, 90年代的时候大家就是这样一个, 想法, 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太多事情, 柏林墙垮了对吧, 然后苏联解体了, 然后这个就是东西德这个合并了, 然后这个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情, 然后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在发生变化, 然后千禧年要来了, 就是一个大的变化好像要开始了, 我们今天完全无力, 对, 还怕所有的电脑都会垮掉, 什么停电啊, 什么的, 是, 就是说就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现在像现在这么小里小气, 那你, 我们仔细想想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 1993年拍了这个《费城故事》, 如果不是1993年, 反正92993年吧, 这个Michael Jackson唱了Heal the World, 是吧, 85年的时候他拍了这个We are the World,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吗, 这个拍了We are the World, 不是美国人拍的这个, 是85年的时候所有, 是就是他这个行为引起了所有人的效法, 我们今天冰桶挑战引起了所有人的效法, 这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但是我在另外一方面我也不知道我感情上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想法, 但是我又会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到了某一种年龄, 开始一当年开始说一代不如一代嘛, 因为这句话好像就是每一代人都在说, 放在80年代大家也会说我们60年代的时候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 现在也就是搞一个We are the World演唱会, 还要买票才能参加, 现在都是拿来卖东西 对吧, 但我接下来还是想就是说回到这部剧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关于不管是艾滋病人还是同性恋群体, 他们在那个时刻碰到的很多方方面面观吧, 说的比较俗气一点, 有很多微观的东西, 我想问的就是你们有从看这部剧里有对这些话题有什么新的看认识的角度吗? 我再说的都是跟其实跟方兆刚才的抱怨是一个延续下去, 因为这几年其实有好几套特别流行的那种同性恋主题电影, 像那种Call Me By Your Name或者是Love Simon, 然后我当我记得我看的时候, 我说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年代还拍这种戏, 这种纯粹浪漫, 纯爱, 就是对纯爱, 然后就是好看, 就啥都没了, 然后但是当出来的时候影评啊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那个段贝三的时候已经出现, 就是主流的, 就是爆出了几套主流的同性主题的电影, 然后都是很纯, 就是纯爱跟纯美的, 都是帅哥, 然后美景, 然后就是一个爱情故事, 然后有一点困难之处,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 都是一种很个人, 很私人的感情上的问题, 当我在看这一套的时候, 你就是觉得, 当时90年代的时候, 除了这一套戏, 还有很多电影啊等等等等, 其实他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他不单是一个爱情, 或者是两个人, 或者是几个人的一个感情的问题, 他也不单, 可能是超出那个一个家庭的范围, 是一个社会, 他讲到的已经不是一种私人感情的问题, 是一种社会感情的问题, 但现在的这种纯爱电影的出现, 难道不是之前社会运动胜利的一个果实吗, 就像有的人会批评说, 为什么同性恋人会那么在意结婚这件事情, 就是婚姻这个制度都要被淘汰了, 你们还要拼了命的结婚, 但是可能就是胜利了以后, 就是可以追求这么朴素和普通的一件事情, 难道一直都要斗争吗, 而且现在发生的很多社会问题, 不是这个身份政治带来的吗? 可能就是我本身, 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看任何只是包含在两个人, 或者是三四个人里面的感情关系的戏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 它有它的意义, 就是比如我们之前看那种像约马, 或者就算是那种欲望号街车, 但是它背后还是有这个社会, 就是那种超出了两个人问题, 或者事情讨论到这些点, 更容易令就是大家看的时候的就是, 特别是话剧的话, 因为它除了娱乐, 它不是一个纯娱乐的一个媒体吧, 我觉得就是相对影视来说, 就是它会让你反思的比较多。 我明白, 但我可以回应这些一个点, 这个也是这个剧, 刚才为什么我说不喜欢Louis, 因为Louis和Prior是一对对吧, 然后他们之间因为Louis是一个偏智力上思考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完全通过各种政治理论, 社会理论来解释和找到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人, Prior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他在生活中就是一个drag queen, 有益装癖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甚至是被社会丑化的这种娘娘腔啊, 或者是直接就是女人打扮的一个同性恋者, 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Prior对Louis的最大的批评, 他就是说你说你同情我, 你说你心里很难受, 我都看不见, 你的内心创伤对我没有用, 就是我感受不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从Prior的角度讲, 他可能就是从他的戏来讲, 就是很纯的melodrama感这种戏, 但他表达的这个东西, 我又觉得是最真诚, 最真实的, 就是社会上所有的人得有他的这种, 没有理论的纯感情上的反应, 是这样的反应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出现, 反而是那种要把他给抽象化, 理论化,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起码在Louis这个人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比较不堪的形象出现, 就是他其实也没有起到那么正面的效果, 就是一个比较真诚或者是真感情, 另外的是有很多框框条条比较虚伪, 但是就是躲在很多东西后面, 不是说他没有感情, 但是他走到某一步, 他就会, 你说他想的太多好, 还是我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Louis的这个角色是非常, 一方面是你从这个戏剧或者是那种故事性来讲, 是他非常不讨好, 同时间他是最真实, 最人性化的一个反应跟角色。 我们太不一样了, 我觉得Roy Conn才是最人性化的一个。 他那个字也是很真实, 很人性化,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在Louis的这个人, 你会怎么做? 他做的事情可能是不道义, 或者是很懦悦, 但是他绝对不是, 我觉得其实他的反应是很多人的反应。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 我认识太多这样的人了, 而且我觉得他的选择其实是最正常的一个选择, 就是我爱人生病了, 然后我就因为看到他病了, 我就害怕了, 我就跑了, 对啊, 这个是我身旁真的, 我认识太多人是这样, 不是, 他也有些自责, 他也在喝酒的时候跟你说, 什么你看, 我觉得我以前看过那些, 我都很陷, 我觉得我一直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就是跑了, 我怎么办呢? 然后你还得安慰他, 你不安慰他, 他还骂你, 这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人性的选择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他实在太真实, 他这个角色真的是写得太棒了。 对,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最接近这个剧作家的, 就这个剧作家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能这么说吗? 就是说, 在我看来, 就是Louis是一个俗套, 就是说他呈现的这个弱点, 是人性弱点的一个俗套, 就像Prior如果说他得了病, 因为他爱Louis, 要把Louis推开, 让他去追求自己更自由的生活, 也会是一个俗套, 但是我觉得Prior没有落入这个俗套, 他展现的就是赤裸裸的, 我就是想要你照顾我的这种本能的感觉, 我才会觉得Prior这个人很讨喜, 当然俗套有层次了, 自我牺牲照顾另外一个人也是俗套,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反应, 反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人, 不是他作为角色, 他讨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这么讨厌, OK, 就是这么争取或者是矛盾吧, 我再问一个冷不丁的问题, 你们觉得这部剧里有什么人像川普吗? 他这个剧里的人都还是比川普要聪明和高尚的, 多的多的, 哪怕是Royal Khan也是比川普要聪明和, 就是说虽然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 没有川普那么成功是吧, 这个就是我觉得可以简单讲一下的, 就是所谓的里根的保守主义, 跟今天美国的保守主义, 那是水平差距就太大了, 这个这也是倒退的一个表现, 离他把保守主义都倒退的这么厉害, 就今天川普所享受的这些资源, 资源或者是这些支持, 他实际上是以前保守主义者看不起的一些人, 他是一个很草根的一个现象, 就是这个里根所代表的那种所谓的保守主义, 其实是一个就是更加中产阶级式的一个, 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包括就是他们的歧视, 他们的这些灵弊效应, 他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还是一些有产者, 这个稍微有一点资产, 然后希望维持自己的生活,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侵犯, 这样的一些人的这些这个想法, 而这个今天川普所能够就就所所所能够得到的支持, 他能够得到的拥护者, 这个很难讲, 就因为美国现在也跟3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他不是不是这个中产阶级, 他们其实是在这个过去的20年的全球化中, 真正失忆的, 真正失忆失业, 失掉了很多自己的骄傲感, 自豪感, 失掉了自己的认同的这么一批人, 所以川普是远远, 跟这些人相比, 川普是远远不如的, 我们如果看了最后一次这个总统辩论的话, 这个甚至比之前那一次还要更加可笑, 就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回应任, 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回应正面回应任何一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人身攻击和指责, 那无法想象一个政治家把自己所有的这个, 一个把一个政治家把自己所有的啊, 不是不是说把自己85%这85%都可以把自己所有的这些基础都建立在对对手的无端的指责, 个人生活的无端指责上面, 骂街了真是, OK, 那还有什么关于这个就是不管人物剧情和跟里边有关的话题要加进来的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艾滋病现在听上去好像离我们有一点点远, 但是我就想分享一点我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就是我们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刚入学的时候, 其实就有比较系统的这种讨论小组, 它是以这个高年级学生带低年级的方式来跟你讲这个LGBT啊, 这些啊, 就是其实在老师课堂跟学生是有非常大距离感的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我尤其觉得就是grateful, 就是就是有感恩之心的就是在我的这个customs group, 就是带我们的这一群人中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公开出柜的这个啊, 小gay啊, 他这个也非常可爱, 而且他就是, 他也是跟这个这个prior这个worter特别像的啊, 而且我在大一参加的第一个party, 就是一个cross dress的这个party, 他们就帮我打扮, 就是帮我留长发, 然后扎辫子, 然后就是穿女装这些, 就其实就是, 你是不是用有辫子的照片当过头像啊, 我怎么一下在你脑海里, 没有没有没有当过头像, 是因为我最开始,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拍照的人, 就是所有我的就是公开社交媒体的照片都是别人拍的, 所以往往别人就会拍一些你那种在公共场合, 而不是那种你出去玩什么之类的照片,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那个那个照片确实流传比较多, 旁边就是跟我就是就是跟我一起穿女装的, 就是他他他他个子非常矮, 就一米六零不到, 然后就是说, 所以就我从最开始就有一个,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初入学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 因为其实你在高中和大学阶段你的偏见正在迅速的养成嘛, 那么就我在初入学的阶段在起码在一个美国的一个liber arts school里面, 就是你是有个非常快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性和理性的一个双重认知的, 你也就不会像一个80年代的这个主持人一样去开一些比较残忍的, 这个起码你是你也会开玩笑, 但是当且仅当你和这些人足够熟了以后, 这就变成你们这个群体内部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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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自嘲式的这个东西, 跟你去就是以个外人的身份开他们的玩笑,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这样子的这种觉醒, 这样的这种意识,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public discourse里面是完完全全缺乏的, 我们又是一个充满了偏见的一个民族,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如果就是说, 这个他就是需要education的, 他需要教育, 他需要教育, 但是这个偏见是一种, 他会是一种管理社会的道具吗, 就是你又会觉得就是真正的就是好像生活在延安的人也没有那么多偏见, 不是生活在延安的人和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不常提到的事情, 就是在大量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中都表明在这种危机和战争时代啊,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多元往往是比较容易去存在的, 而这个当你完全这个掌握巩固的这个, 你需要这个社会平定的时候, 你是最经常会出现这种多数群体去去有这个oppression, 这也是一个这个剧中经常使用的这个词, 这个压迫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啊, 这个英文中还有这些什么homophobia这些词对吧, 我们在中文中都找不到这个恐同症这个词, 对恐同症这个词在我们这个中文中都不是一个很能够被大众就是, 对听不懂了就是一般你不知道对对对对对啊, 这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啊, 那包括这个酷儿是吧, 这还是一个这些翻译其实都都来自于早期的港台, 我们今天连一个话语啊, 连这个连这个wording这个东西都建立不起来, 更何况要建立起来discourse, 嗯哼, 嗯好呀, 然后我最后想补充的就是这部剧里以对人物关系的细节和其实是这里面的一句话, 就是Roy Kong和Joseph他们之间是一个老师和学生, 一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 然后这个Roy Kong也有点想勾引这个小男生的这个潜台词在里面, 他在里面说了一句话, 就是他想提携这个人, 提携Joseph, 然后带他去送他去司法部, 他就有提到就是说所有的人要成功, 在他讲的这个人里面, 当然就是说职业的男性要成功都会有一个父亲的一个老师导师的这么一个角色, 我呢当你的导师已经是你的万幸, 就是应该接受这个事情, 而且他把这个这种关系描述成为一种自然规律, 然后就会让我想到不仅仅是就是说古希腊的关系, 也想到就是中国也有这个师门的这个关系, 然后大家我就在想是不是其实在所有的地方, 不管你公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公正的制度, 开放的制度, 但是背后都是有这种小群体, 都是有老男人和年轻男人之间的这种提携帮助, 然后里边有一些说不清的污糟的东西在里面, 这不污糟, Political Patronage是最大的, 是最纯洁的爱情, 除了你对宠物的爱以外, 这个Political Patronage, 他们这个fatherly love是远远比这个真正你的父亲要爱你的, 这肯定是这样, 就可能就因为我在美国生活时间太长了, 我对这些事情我就觉得take it for granted, 就一般你看来是不太正常的, 甚至你找不到说, 你说他是他的mentor, 他是我的patron, 他就是我爹, 他他是我的那个理想爹, 就是说他是我的柏拉图式的爹, 就是就好像有人跟我说就是说什么, 到哪哪哪去召集有一种找到女朋友的感觉, 就他的那个女, 在这里使用女朋友这个词不是你真的女朋友, 因为你真的女朋友经常骂你, 或者要求你干什么, 而是那个他所想象的那个女朋友的那个感觉, 就是这个Political Patronage里面的这个父子之情是超越一切的这个爱的呀, 那就是这样的, 他当然是, 为什么一番你会觉得这是无情,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那种拥抱是最纯洁的, 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纯洁性来自于他其实和黑社会有一点像, 哦对呀, 所以黑社会往往他的那个情感是最炙烈的呀, 嗯对, 也许是你们都对权利有一种崇拜, 但当然我其实是把它提出来是觉得这其实是, 可能是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一种传承的机制, 然后很多东西是通过这样的关系传递下来, 然后稳固下来的, 但是但是他是, 他是一个内部的东西嘛, 就像秘密社会一样是不被讨论, 不被谈论的, 对, 但是他都有不同的小圈子, 当然文艺界这个方, 这个东西就是更清楚的了, 但是在这个我们就看到在, 在美国的司法界, 甚至是, 对吧, 他都有一个这种基于,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犹太教的人会去找这个摩门教的人, 因为他们都不是基督教的背景, 对吧, 然后他们又有, 就是不是主流基督教的, 对, 他们又是同性恋, 然后又是可能不是那种橄榄球的这种感觉的这种人, 这个倒不是, 其实是最核心的, 还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是都是处于这个极右派, 对, 然后这个Royal Coin, 对, 这个Royal Coin变成这个极右派, 其实他自己是一个异类, 他进入这个小圈子, 进入这个Click,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他进入了以后, 他要提携的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更符合这个Click的就是普通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这个就在我看来太正常了, 就像希特勒要提携Albert Spear一样, 对吧, 他其实是一个, 对对对, 是是是, 就是对, 是这样的, OK, 那是不是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今天讨论的天使在美国, 七个钟头,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 强力推荐, 一定要看, 强力推荐, 就是可以一摸一摸, 就是每, 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这样, 当电视剧看下去也可以, 嗯, 好, 对, 我也准备把那个HBO演的, 好像还是Al Pacino, Meryl Streep这些人演的这个电视剧, 再翻出来看一遍, 嗯, 好呀,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谢谢, 拜拜, 希望这是一期给你说货的节目, 圣诞节快到了, 为什么不送给文化土豆一份赞助作为礼物呢, 如果你已经是赞助人, 也可以赠送文化土豆赞助人计划给你的亲友, 赞助人可以收到会员通讯, 参与制作土豆小报, 还可以收听每月一次的会员专享栏目Unpack, 每一期Unpack节目都会通过一本非虚构, 为大家介绍一个主题思想, 之前的节目包括, 伊萨亚柏林写的《浪漫主义之根源》, 赫序的研究毒品和美学的《众妙之门》, 托马斯·皮克蒂的经济学研究, 请不吝点赞助者,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